第一代抑制 起初我们是为了防止狗狗去啃咬伤口所制成的护具 因为样子长得像抑制 就展开了我们为它做抑制的路程 第一代抑制的优点 材料取得方便是利用塑胶瓶而制成 缺点材料太过于软烂 容易被咬烂 第二口径过于太大 第三不适用于支撑身体 我们改良了第一代抑制 制成了第二代 第二代利用的素材口径较小 长度也比较长 材质也增厚了许多 抑制它的优点是 材料也很方便取得容易制作 缺点是口径还是太大 没办法吻合伤口 所以还是容易脱落 这是我们第三代抑制 我们参考网络上的设计图 利用3D另一技术制作而成 第三代抑制的优点是比较美观 缺点是不易取得 需要特定机器才能制成 它长度不够长 口径不够宽 固定孔不够大 而且容易损坏 这是最终代抑制 我们改良了口径大小 固定孔 还有实心的长度 增加了肿长 让瘦长的狗狗 能与正常的狗狗一样健步如肺 OK 那今天因为我们的专题是要做动物的抑制 那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这台3D另一表机的它的一些基本原理 因为3D另一的基本原理 它其实是用塑料去把它融化 然后堆叠成型 一层一层慢慢叠上来 所以我们这次的架构主要是希望它抑制的部分 因为小狗还在长大 它可以因为它的长大之后 3D另一我们把模型画好之后 它随着它长大并把它逐步放大 所以动物其实就可以 因为它的长大身高成型之后 可以随着它的身高去做它的形状的变化 那基本上3D的原理它其实是 我们会有塑料的这一个东西 然后经过它的喷头夹了 然后把它融化 然后经过一层一层的堆叠成型 那我们的这一种的 3D另一的原理叫 层积层型就是一层一层的堆叠 然后累积起来 把它构成它的形状 那3D另一它基本上它是属于一种加法加工的东西 那我们现在其实3D另一机已经在硬了 它其实还在打底 后面的部分我们等下再去介绍它 所以它是经过加热堆叠成型之后 它长高 所以它必须要花费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那基本上它的料有两大类 第一种叫PLA 第二种叫ABS 那PLA它的温度稍微低一点 ABS它所需要的温度高一点 那各位常听到的ABS 就知道它是一个塑胶材料 它其实是比较偏有毒性的 那我们现在所用的是PLA的材料 其实它是属于环保素质 比如说像玉米啊 淀粉啊 经过加工混色之类 然后把压缩成型之后 它就会变成我们的材料 那这种材料其实用在我们的 因为它已经是环保素质的材料 所以它在跟狗的皮肤接触的时候 其实也不会受到 狗狗也不会有任何的伤害 那如果是ABS 我们可能会 它很会有塑化剂等之类的 所以我们的塑料选择是经过GOPLA 那再来它的成型方法 就我刚才介绍了 它现在它其实用堆叠成型 所以我们在印抑制的时候 基本上会先打一层底 然后再慢慢一层一层堆叠上来 那我们要选择它的面积 就是它的面积是比较 大面积的地方 我们放在下面 然后慢慢往上印 然后最后是小狗要放在收口那个地方 所以它的时间会经过蛮久的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就是在做猎鹰的动作 只是因为它成型 大概需要2到3个小时 所以我们的影片可能 之后就看到成型的方式 我们来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